人老了,哪哪都不中用了,到处都是病。 不少老年人几乎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衰老是自然的规律,我们只能欣然接受。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 老年人难免会出现器官功能减退, 身体素质下降的现象。 其实这并不是疾病的一种。 医生认为,要尊重老年人自身的生理指标, 身体不舒服,不要急着去医院治疗, 以免适得其反。 面对这些病症,很多老年人会变得忧心忡忡, 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的身体恢复如初。 拥有健康的身体是每个人的心愿, 老人有这种想法可以理解。 但是真的,不必太过担忧, 之所以会出现这些状况, 很大一部分都是衰老的正常表现。 疾病类型多种多样, 有的疾病一发现就要及时处理, 通过治疗减少伤害, 防止其演变成大问题。 而有的疾病是良性定变, 就算不处理也不会带来伤害, 要去区分清楚。 不少健康问题只是年龄到了, 有时过度紧张, 太过在意而去过度治疗, 反而会带来影响。 学会鉴别后正确应对, 自然保持健康。 对于这些状况, 过度治疗反而可能带来更大的身体伤害。 一、人在多少岁开始衰老。 从生理意义上讲, 通常人大约在35岁至45岁这个年龄段 开始进行衰老, 主要可以表现为各种生理功能的减退, 如消化能力下降, 运动能力下降, 呼吸功能减退, 神经系统敏锐度降低等。 具体可表现在皮肤出现皱纹, 体力大不如前, 思维迟缓, 驼背, 食欲下降等。 影响衰老进程的因素多种多样, 包括饮食习惯, 生活习惯, 社会因素等。 二、人体衰老的表现都有哪些呢? 一、皮肤松弛, 随年龄逐渐增加, 人体会发觉皮肤出现明显的松弛, 还可在眼周围及脸部出现明显的细纹, 少部分人 还可能出现皮肤异常, 干燥等表现。 二、消化功能减退, 人衰老后, 消化功能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可能会存在矮气、 腹胀、 食欲减退等症状。 三、 记忆力下降, 人衰老后, 大脑功能也会出现异常, 出现记忆力减退、 健忘, 还可能存在注意力不能正常集中等症状。 四、 视力下降, 人衰老后, 视力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不能正常看清远处的物体。 五、 骨关节蜕变, 衰老后, 全身多个部位的骨关节会出现蜕形性病变, 从而引发关节疼痛, 导致无法进行剧烈运动。 六、 肺活量下降, 人衰老后, 心肺功能逐渐下降, 可能会导致肺活量下降, 运动耐力下降。 七、 毛发变白, 人衰老后, 头发、 眉毛等体毛会出现变白的症状。 医生建议, 健康老人一年查一次身体, 有基础疾病或者健康风险的老人, 在医生的指导建议下, 每半年或三个月体检一次, 发现疾病及早治疗, 不要把健康当作负担。 三、 这九种病其实都不是病, 而是年龄到了, 过度治疗反而伤身, 坦然接受即可。 一、 骨刺。 骨刺, 又称骨质增生, 也是生活当中很多老年朋友 都有的一种烦恼, 甚至他们一度也是觉得骨刺导致了 关节活动度下降, 关节异响。 但结果却恰恰相反, 骨刺正是关节老年性退化引起的, 既骨摩擦增多导致成骨细胞, 异常活跃或者某些不明原因引起的骨刺。 这是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 身体器官功能的衰退, 膝关节的半月板和脊柱之间的椎间盘逐渐缩水变小, 骨与骨之间的缝隙减少, 摩擦自然就会增多。 更容易出现骨刺的现象, 但这也属于正常生理病变, 只要不是骨性关节炎病变, 就无需介入治疗。 二、出现老年斑, 由于年龄的增长, 体内的胶原蛋白和水分的流失, 新陈代谢速度下降, 又加上长时间受阳光的照射, 在这样的情况下, 皮肤状态自然会变差, 从而容易出现黑色素沉淀, 引发老年斑、色斑的症状。 因此对于这种情况, 平时只需要多多防晒, 常吃一些富含维生素的食物, 注意皮肤的保养即可。 出现老年斑也是正常的现象, 不需要过分担心。 三、耳聋。 年龄的增长, 部分人群会出现耳聋的症状。 老年人耳聋可能是随着 年龄增大出现的听觉衰退, 也可能是激发性耳聋, 同时外伤、炎症、 异物堵塞等。 也可导致老年人耳聋。 老年人耳聋主要是由于年龄的增长, 致使感音神经性系统的自然退化 引起的感音神经性耳聋, 又被称作是老年性耳聋。 人衰老虽然是自然规律, 几乎每一位老人 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听力障碍, 但老年性耳聋发病年龄和进展速度 却因人而异。 不少百岁老人依然耳聪目明, 显然老年性耳聋的发生和人的身体素质和健康状况密切相关, 也和所处环境、听觉器官受损伤程度等因素有关。 四、关节磨损和轻度关节炎。 随着年龄增长, 关节长时间的磨损会使关节软骨变薄, 导致关节疼痛和轻度的关节炎。 例如,张阿姨今年六十五岁, 她经常抱怨膝关节疼痛。 经过医生的检查, 确认她的关节出现了轻度磨损。 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她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治疗或手术。 适量的锻炼, 如太极或游泳, 可以帮助关节保持灵活并减少疼痛。 如果过度依赖药物或决定进行不必要的手术, 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并发症和风险。 五、眼不老化。 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们的视力可能会逐渐下降, 这被称为老花眼。 王先生, 五十五岁, 开始发现看近处的书籍或手机时, 需要持续调整距离才能看清楚。 她担心这是某种眼病的前兆, 但经过眼科医生的检查后, 确认只是老花眼的正常表现。 对于这种状况, 选择合适的老花眼镜是最好的应对方法, 并不需要复杂的治疗或手术。 六、 记忆力下降, 年纪大了, 偶尔的遗忘和记不住事情是正常的。 李奶奶, 七十八岁, 最近总是抱怨自己的记忆力下降。 她开始担心自己是否患有阿尔茨海默症。 然而, 在经过一系列的神经心理测试后, 医生确认她只是经历了正常的年龄相关的记忆力下降, 并不是痴员, 并不是痴呆。 与其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在药物和治疗上, 更好的方法是进行记忆训练和大脑锻炼, 如玩拼图、阅读或学习新技能。 七、消化功能下降, 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体的新陈代谢速度减缓, 消化功能也可能受到影响。 赵先生, 六十岁, 开始感到吃了油腻食物后胃不适。 他以前从不注意饮食, 现在却开始担忧自己的消化系统出了问题。 经过医生的建议, 赵先生开始调整饮食习惯, 避免过于油腻的食物, 并增加蔬果摄入。 这样简单的饮食调整, 就使他的消化不是大为改善, 而无需药物治疗。 八、失眠。 随着年龄增长, 身体分泌的褪黑素降低, 人们就容易出现睡得晚, 醒得早, 长午睡, 爱打短等情况。 建议老年人每天尽量保持 六小时至七小时的睡眠。 睡眠质量较低时, 先针对性的治疗导致 睡眠障碍的慢性病。 晚上早点睡, 睡前清淡饮食, 不多喝水, 营造安静环境, 可帮助提高睡眠质量。 九、前列腺肥大。 前列腺肥大属于老年性疾病。 要不要治疗, 需要看是否影响日常生活质量, 生活状态等。 如果影响不大, 完全可以先缓缓。 如果已经严重影响生活, 则一定要尽快用药或者手术治疗。 老年人出现身体不是属于正常现象, 有些疾病需要积极配合治疗, 而有些疾病只不过是衰老的表现, 一定要学会正确对待。 每年为自己安排一次全身体检, 非常有必要。 四、健康老年人的四大标准。 自查一下, 看看你占几条。 一、拥有稳定的血糖。 多项研究发现, 血糖异常会增加心脏病, 认知障碍症, 循环系统疾病的发病风险。 控好血糖, 关键是控制体重。 每周应至少做三次有氧运动, 并持续三十分钟至一小时, 以中低强度为宜。 其次, 要在饮食上下足功夫。 应少吃高油脂、 高热量、 高糖、 高盐食物以及白米饭等精食品, 每天多吃果蔬、 鼠类、 杂粮等。 二、 心脏血管功能健全。 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体各个功能逐渐衰退。 心脏是血液循环系统的动力源, 其功能也会逐渐减弱, 这都是正常的情况。 对于老年人来说, 如果不出现心梗、 高血压以及关心病等, 你的心脏就可以说是非常健康的, 值得恭喜。 平时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 和水果以及鱼类, 使用菜籽油或者橄榄油 来代替动物油, 避免有太大精神压力, 减少熬夜的次数, 以保证心血管功能健全。 三、 灵活的平衡。 跳舞、 滑雪、 羽毛球等, 都需要良好的平衡力, 否则很容易摔倒。 很多男性注重肌肉锻炼, 但对平衡和身体灵活度 却关注不够, 建议平时多做拉伸和弯曲练习, 通过练习闭眼单腿站, 倒着走, 太极等方法可改善。 四、 气色良好。 老年人身体比较健壮, 会有一些好的表现, 例如老年人脸色保持红润, 给人一种积极向上, 气色良好的感觉, 说明身体比较健壮。 很多老年人在疾病的折磨下, 出现健康受损的情况, 身体变得虚弱时, 很难保证脸色良好, 因此更容易出现脸色苍白, 发黄的情况。 如果脸色红润这个标准达不到, 说明身体健康受损, 需要了解原因, 通过合理的方式调节身体, 保持身体健康状态, 这样气色才可以恢复正常。 如果老年病没有对身体其他器官造成伤害, 则不用治疗, 一般用药观察, 定期随访即可。 如果已经影响其他器官, 建议还是去专业医院进行相关检查, 和治疗, 避免病情加重。 与其焦虑地将他们看作是病, 不如正视这些变化, 并采取适当的生活方式调整。 过度治疗不仅可能带来额外的身体伤害, 还可能导致不必要的经济负担。 因此, 对于与年龄相关的身体变化, 我们应该更加坦然地面对, 理性地选择治疗方式, 并积极调整生活习惯, 享受健康的晚年生活。 在与年龄相关的身体变化面前, 许多人常常会有一种焦虑感, 认为自己身体的这些变化是不正常的, 进而急于求医。 这种心理上的焦虑, 有时甚至比身体上的不是带来的困扰还要大。 但事实上, 许多这些与年龄有关的变化, 只是身体随着时间推移的自然过程。 例如, 骨密度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是一种正常现象。 当然, 骨折的风险会增加, 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服用骨折预防药物。 适当的锻炼, 饮食和生活方式调整, 如戒烟和限制酒精摄入, 往往比药物治疗更为有效且无副作用。 再比如, 许多老年人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的问题。 他们可能晚上醒来次数增多, 或者早上早早醒来, 这也是与年龄相关的正常变化。 而许多人往往因为担忧自己的睡眠问题, 而选择服用安眠药。 但长期服用安眠药可能会导致依赖性、 副作用, 甚至影响认知功能。 与此相比, 调整睡眠环境, 放松身心, 限制咖啡因摄入等非药物治疗, 往往更为安全有效。 最后, 我们要认识到, 与年龄相关的身体变化并不都是坏事。 例如, 许多老年人在退休后, 由于生活节奏放缓, 反而更加珍惜与家人和朋友的相处时光, 心态更加平和, 生活质量反而提高。 总之, 面对与年龄有关的身体变化, 我们应该采取一个积极, 理性的态度。 对于那些真正需要医学干预的问题, 当然应该及时就医, 但对于许多正常的与年龄相关的身体变化, 我们应该学会接受并调整生活方式, 而不是过度依赖药物治疗。 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享受到健康, 快乐的晚年生活。 对此, 您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都能身体健康, 平安喜乐, 拥有幸福晚年。